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本节课呢我们来实现 IP报文的解析器 那么在实现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IP报文的头部的主要结构 那么关于这个IP报文呢 它会有这个比较复杂的IP的头部 那么对于这个头部 它的第一行呢就包括了 这个4位的版本 4位的首部长度 8位的服务类型 16位的这个总长度 然后呢第二行是这个16位的标识 3位的标记以及13位的这个片片仪 还有第三行是这个TTL 8位然后呢是8位的协议 还有16位的这个首部交援盒 这个呢第四行是这个 342位的原IP地址 还有342位的目的IP地址 那么这些呢就是IP的首部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通过 Python的Shark这个包呢 把IP报文的头部给解析出来 好的回到Pachamide 第一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新建一个包 把它命名为是这个Processor 表示呢它是这个解析器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新建一个包 命名为是这个Net 表示呢它是网络层的一个解析器 新建一个文件 叫做Parser 这里面呢 需要注意这个路径是Processor.net.parcer 这些呢我们将会在这个文件里面呢 去实现这个IP报文的解析器 我们新建一个类 ClaskIPParser IP报文解析器 对吧 就这个类里面呢 我们实现一个类方法 把它命名为是这个Parser IP header 那么它接受这个IP header这个参数 然后呢我们再来实现一个Pars方法 它呢接受报文这个参数 同样的它也是一个类方法 那么对这个IP报文解析器呢 我们知道IP报文的头部呢有20个字节 所以呢这里面我们定义一个常量 IP header length 等于20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把这个IP头部给取出来 IP header 等于packet 前20个字节呢就是这个IP的头部 接着呢我们把这个IP header呢 传递给这个函数去进行处理 returnPars IP header 然后呢 IP header给传递进来 那么这个Pars IP header呢 将是我们主要实现的一个函数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先定义 是要返回的一个结构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会把IP 报文的头部的一些关键信息给取出来 并且把它返回 首先呢关键的有这个IP version 对吧 版本 然后呢是这个IP的头部 还有这个包的长度 以及这个TL 还有IP报文具体的一个协议 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IP报文的数据呢 它是别的一些协议的数据 比如说TCP协议 或者说这个UDP协议 那么这个协议的数据呢 都是保存在这个IP报文的数据段里面的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具体的协议给打印出来 给取出来 然后呢还有这个 结员核 以及原地址 目的地址 对吧 那么这些呢都是关键的信息 我们接下来在这个函数里面呢 我们将会把这些信息呢都给解析出来 好的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先对这个IP报文进行一个回顾 IP报文格式 首先第一行呢 是这个IP版本 对吧 四位 然后是四位的IP头长度 然后呢是八位的服务类型 然后是十六位的保存长度 对吧 这是第一行的 第二行呢我们来回顾一下 十六位的标识 三位标记 十三位的偏移 十六位 十六位 三位 三位 这一个三位呢是这个标记位 还有十六位的这个标识服 那么这一行呢我们是不太关注的 这些呢是 PTL 协议 以及头的交线盒 对吧 然后呢是这个叫什么呢 叫原的IP地址 还有这个目的的IP地址 对吧 那么这些呢是关于这个IP报文的格式 那么这里面呢方便我们后面去进行这个解析 这里面呢这个是三十二位的 三十二位 TTL呢是 TTL呢是八位 协议呢也是八位 这个呢是十六位 对吧 那么第一行第三行第四行第五行呢 都是我们需要解析的这个数据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引入Sock这个包 Import 这个包 我们通过Sock.mpeg这个函数呢 把这个包给解析出来 那么首先呢这个IPversion 和这个IP同长度呢都是四位的 那么因为这个格式制服呢 没有四位的这个解析 所以呢这里面我们使用八位 这个B来进行相关的解析 它把这个八位的数据给解析出来 然后呢是八位的服务类型 这里面我们也是用B 然后呢是十六位的总长度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使用这个H 它可以解析两个字节 好的那么这个是第一行 那么这里面呢就解析了四个字节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把IPheader的前四个字节呢 交给它去解析 接着呢我们解析第二行 但是呢因为第二行不是我们所关心的 所以呢我们不解析第二行了 我们直接解析第三行 Sock.mpeg 那么第三行呢它的字节开头是 那么第三行呢它的字节就是 第八到十二这四个字节 这个呢第四行是 十二到十六 然后是十六到二十 对吧那么这个是第三行 第四行第五行 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行呢 它先是八位的TTL 所以呢八位我们使用这个B 然后呢是八位协议呢 我们也是使用这个B 然后是十六位的IP投降任何 这里面呢我们也是使用这个H的 接着第三行 接着第四行 第四行呢是三十二位的原IP地址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使用4S 把它转换为四个ASC二码 那么同样的这个第五行呢也是一样的 接着呢我们通过一个变量给保存下来 LINE1等于这个LINE3 4 5 好的 那么对于这个IP的版本呢 因为它只有四位 而这里面呢一个B它解释出来就有八位了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把它右移四位呢来得到这个IP version 0 右移四位 那么右移四位怎么理解呢 我们这里面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八个字节的比特位呢 分别是111100 那么右移四位呢 就得到1111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高四位的这个比特位呢给取出来了 所以呢这里面我们通过右移四位可以得到这个四位的IP版本 然后呢我们来获取四位的IP托长度 然后呢我们来获取四位的IP托长度 IPH length 等于LINE1 0 TH 那么对于这个四位托长度呢 它就需要把前面的这四位IP版本呢给屏蔽掉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需要使用这个未运算 这里面我们和这个15的比特位进行一个语音算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后四位给解析出来 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里面也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第一个字节的八个比特位呢 分别是八个1 那么15的这个比特位呢就是00001111 那么进行这个语音算之后呢 我们就得到这个00001111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得到 后四位的这个比特位的一个数据 所以呢这个是语音算的一个结果 那么这里面呢可能有些复杂 同学们在这里面一定要特别注意 可能呢这些未运算呢会有些复杂 但是呢这些未运算都是我们前面在学习 计算机组成原理的时候有学习的 所以呢在这里面同学们一定要 基础打牢才可以理解这里面的知识 好的 那么这里面我们把这两个结果给取出来了 接着我们来取后面的16位总长度 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这个 package length了 那么这个包的总长度呢是通过这个h这个格式字符 直接给解释出来的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通过下标2呢就可以获取到这个包的总长度 这就是第三行了 第三行呢是8位TTL 8位协议 以及16位的这个IP头部接线盒 好的 首先前8位TTL 等于line3 下标0 然后8位协议呢也是这个protocol line3 1 然后呢是这个16位的同步接线盒 IPH checksum 等于 2 好的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就把第三行呢给解释出来了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四行 那么第四行呢就简单了 它直接的就是一个原IP地址 sauce ip 等于line4 0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通过这个socket这个包呢把它解析成这个IP地址 socket.net seq to address 好的 下面呢也是一样的 目标IP地址 于第五行 接着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些解析结果给返回了 首先呢是IP的version 然后呢是IP的头部 包的长度 tdr votoc 接远和 ip地址 好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完整的IP包文的解析过程 比较复杂 但是呢没有关系 通过这个解析呢 上下同学们一定会对这个IP包文以及IP协议有更加深刻的一个认识 好的 那么完成了这个IPpass之后呢我们回到server.py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进行第一步的处理了 第一步呢我们是解析这个IP包文 我们首先把它给import进来 from from 这个 ip parser 然后呢这里面呢我们 通过这个IPparser.pass self.packet 来获取到这个IP的头部 对吧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结果返回 我们来看一下是否可以正常的把这个IP结果给解析出来 我们跑一下看一下 哎那么这里面呢他会提示说套戒制呢不允许去使用 所以呢这里面呢我们需要以管理员的权限去启动这个pycharm 我们先把这个关掉 然后呢对于这个pycharm第一呢我们需要邮件 然后以管理员的身份去运行pycharm IDE 那么这个时候呢才会有这个权限去打开刚才的这个套戒制的 好的 以管理员的权限打开之后呢我们再次把这个服务给跑起来 我们看一下结果 好的 那么这里面呢包错了我们来看一下原因是什么 那么这里面呢他提示说这一个解析有问题 那么呢这个套戒制的使用呢这里面有点小问题 我们需要把它替换成receivelam这个函数去使用的 这个呢我们再次把它跑起来 哎那么这里呢还是有一些错误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rocess task 它的定义是否有问题 回到这里 哎那么这里面呢这个init的方法呢 它的写法确实是有问题的 应该是super 这个process task self.init 通过这样子呢去调用复类的init的方法 我们再一次把这个服务给跑起来 好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它已经至少的运行了 并且呢好像把这个IP的头部给解释出来了 我们停止一下这个服务来看一下这个IP的头部 首先呢它的IP版本呢是4 表示呢是IPv4 然后呢tdl是55 协议呢是17 原IP呢是这个IP 然后呢目的IP是这个IP 那么这个呢确实是当前老师这个主机的这个IP 192.168.50.105 说明呢我们的这个IP版本的解析器呢是ok的 并且呢是可以正常的工作的 那么这里面呢需要注意的是这个IP的头部呢 它的长度是5 但是呢它的这个单位是32位置 因此呢在这里面呢 我们为了方便进行这个运算呢 我们还是把这个IP的头部呢乘以4 表示这个字结束 这里面呢 这里面有一个Protocol 等于17 那么这个17 表示什么呢 这里面我们来回顾一下 这个不同的Protocol 它表示的一个协议 那么这张表呢就是关于IP报文的这个Protocol 这个关键字 不同的数值所表示的协议 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前面有学习的 那么1呢 表示了就是这个ICMP协议 6呢 表示了就是TCP协议 而17呢 表示了就是这个UDP协议 那么刚才呢我们可以看到 解析的这个报文呢是17 所以呢刚才的这个报文呢 IP的数据呢就是这个UDP协议 的数据 我们还可以来看一下是否有TCP的 这里面有6 那么6呢就是这个TCP 好的 那么这一关键字呢也是符合我们的预期的 所以呢本捷克我们所实现的这个IP 报文的解析器呢 就基本完成了 这里面的重点是PaskIPHeader这个函数 它把IP的头部给解析出来了 一共呢有5行的数据 这里面关键是第一行 第三行 第四行 第五行的数据 这里面呢我们解析出来了这个IP的版本 IP的头部 包的长度 TTL 协议 这个交易盒 原IP和目的IP 好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本节课的内容